欢迎收看东莽视频 我是钟慧盈 不怕武兵司令 最怕脱手掌轨 潜负慢换之下 港府终于在昨天公布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 动用近1400亿公帑救市书群 其中包括800亿的补就业计划 补贴雇主出粮给员工 每个雇员每月补贴上限9000港元 为期半年 说真的 港府坐拥金山银山 没有对外举债不得止 还有丰厚的外汇和财政储备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现在不开仓 难道要像名神钟般 挂挂金银财宝收在仓库 等到要拿出来用时 已经氧化发毛吗 即使像美国般债台高足 早已冲破20万亿美元的大关 大开人钞机 耗订2万亿元救市书群 以债养债都在所不惜 孙中山先生说过 人可以分为先知先觉 后知后觉 和不知不觉三种 外国很多地方都出手 保打公仔的饭碗 和雇主一起共度时间 港府到现在才跟进 都肯定属于后知后觉一类 当然了 后知后觉总好过不知不觉 但是 既然出得手救人 放出来的水泡 又是否可以趋脏一点呢 好像英国政府一样 大家不妨想想 虽然说政府出一半人工 但如果计过度过 生意认真围不到皮 雇主很有可能 连一半都不愿意出 政府不知是否有见及此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 等罗志光说明 雇主申请了津贴之后 虽然不可以裁员 亦都不可以减少员工的人数 但就阻止不到雇主减薪 即使雇主只是向员工支付一成人工 政府亦都会协助给五成的薪金 雇员总共得回六成的人工 变相收入大减 英国、新加坡等外国政府 包底就包得足些 雇主继续聘用员工的诱因 亦都会大些 即是这样 雇主真是请不起人 而不拿津贴 已经算是有苏东坡所说 苟非不知所有 虽一毫而莫取的高峰亮节 最怕有些无良雇主 将津贴当成是提款机 着素舔到尽 不排除有雇主申请津贴之后 放雇员无薪假 又或者借些以员工犯错炒鱿鱼 再以较低的人工请回人 之后津贴代代平安 如果说上述两招 打工仔利益受损 会主动举报 以下这招无疑就更加高明 就是雇主和员工通力合作 员工原本是一万元的月薪 大幅加人工去到一万八千元 但照够出一万元粮 雇主拿尽九千元津贴之后 实际只是出一千元 都不是说不和味 由于员工没有实质的损失 加上要保住份工 雇佣关系自然前所未有 那么融洽 怎么说都好 香港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 没有人想整个社会继续衰下去 但以港产官僚思虑之粗疏 办事之脱漏 首轮防疫抗疫基金2月中公布 基金核下的零售业资助计划 居然拖了超过一个月 才接受申请 及时语变成过时语 到时分分钟好像领导人那样说 还有良法美意 非其人而行之 反乘弊症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